好我是杰西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 死掉这个字 这个到底呢就是 die, dead还是death 好之前就是安倍晋三 日本的前首相死掉的时候 学生一直用错 好那首先你要知道 die这个字是一个动词 dead是一个形容词 death是一个名词 所以你不能说he dead 也不能说he dead 但是你也不说he died 为什么 好这个就是 现在是你的实态要弄清楚 不能所有的时候都用现在简单式 一代死当然也不对 没有人一直在死的 好所以这边有实题的翻译练习 可以先做一下按个暂停 自己写写看 再来检查一下答案对不对 好假设你按完暂停了 好当我们要讲说这个人 好安倍晋三 前首相死掉了 这时候怎么说呢 好你在看新闻的时候 你会很常看到 he has died 好为什么用现在完成式 现在完成式用来 常常会用来讲 刚刚发生的事情 好跟现在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在讲一个人走掉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he has died 好在新闻的时候有请常会看到 那我们也可以说he died 他死了 好但是就是我刚刚讲的he died 是没有人一直走的 所以这个是不能用的 这个是一定错的 he dead he dead he dead都不行 那都是错的 好那我要讲说那时间出来了 他三年前走的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has died 好在英文的话现在完成式 他不会去加一个过去的时间 我有确切的时间的话 我要用的是过去简单是he died three years ago 好哪一年走的 好三年前请你这样说 好那你也可以说到三年前嘛 是2019好30岁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he died in 年份的话用in 好2019然后呢at the age of 30 在30岁的那一年走的 好那我要说他已经走了三年了 他已经走三年了 这是一个现在完成式 因为我们要讲从过去到现在 这一段期间请你不要用过去简单式 好用从离开到现在是三年 所以我们会用he has been dead for three years 这样子 好你说那我不能说he has died for three years吗 不行因为died 他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 死掉就死掉了 好就像毕业 学生想说我毕业两年了 I have been graduated 没有这样的养法 毕业就是这个动作 他没有办法持续 所以你就不能用现在完成式 住可以啊 I have lived in Taipei for 20 years 我在台北住20年了就可以 好所以他走了三年了 这是这个状态 好就像他结婚已经结婚二十年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he has been married for twenty years 二十年了可以这样讲 就是持续在一个状态当中 好完成式的不熟的话可以看一下完成式的用法 他死于癌症 我们要讲原因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用过去是he died of cancer 或者也有from cancer Cancer是癌症 对了刚刚讲的这个死掉的这个部分啊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有一个用法 死掉的另外一个字呢 我们可以说he passed away 好比方说我妈妈是19年前走的 my mom passed away nineteen years ago 那pass away的话就是比较委婉的 表达尊敬的 好我们不要用带这个字 带这个字就是很直接 好那pass away的话就会比较 有点像我们中文讲死掉了跟逝世 pass away你就可以把它想说是世事这样子 好那再来他快死了 这时候怎么办 好这个时候呢我其实要表达是 因为有个进行式he's dying 迈入死亡中这样子可能病重了 病危了可能快走掉了 he's dying这样子 好那我手机没电了 好这是常会听到 好台湾学生啊我的手机死了 my phone died 或者有时候会讲 my phone is dead 好这两个都可以 那我刚查一下网路 问了一下Google大师 与以上略微不同 好die的就是啊没电了 我刚用到一半没电了 好这个is dead 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 所以可能没电一阵子了 那也有的 die的跟is dead 也可以用来通常是讲没电 你可以用来讲故障 但是其实故障 我们更常讲的是 oh my phone is broken 这样子 好这个是 这个用法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看到 他被枪杀身亡 这个时候呢 英文我们会有一个 他有点像 冠用法这样子 好我们会说 he was shot to death 好名词death的用法会这样子 he was shot to death 好他被枪杀身亡 是安倍 对于被枪杀身亡 好那 他这个突然死掉 真的是震惊全世界 因为日本是相对安全的国家 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 他的突然死亡 好新冠肺炎 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讲covid-19 好已经造成has 你可以加already 不加也可以 好你可以加already 在这边他可以省略掉 cost 好 million 百万的 好这种时候我们会讲 minions of 他的加s的时候 后面一定是有of 好这个时候你不用说people 你直接说death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造成数百万人身亡 失望 一样的意思 我刚查了一下六百多万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台湾占据了好像应该有几千了吧 每天都是一百多个人左右 应该有好几千了 好 那今天的失望death die 跟death就讲到这边 希望大家把它稍微记一下 没有太难 那以后就不要讲错 就知道怎么用了 好的 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 好那辛苦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